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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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正部長葉子營七月六日一天 帶領著來正部的官員 以後台南市政府就前瞻建設計會 推動進行向市政府做幹部 台南市政府這次總共推出 九十元一千八百三十二億 要來正出 台南市長 市長 賺到這個機會 帶來正出經費 台南市長 平一就減水的外町港 減望來正部幫助外町港 方法再現 今天有這個機緣 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內政部 我們葉部長 當然是推動 我們前瞻基礎建設 非常重要一個部會 所以他特別來到台南 關心我們 支持我們 我相信 部長 市長 組長 內政部的各級長官 這次到來 可以說 讓我們台南市 許許多多的問題 都有辦法解決 未來的租多的建設 也有辦法推展 今天特別部長 要去幫助我們就是 一虎二路 三夢甲 四月金的 月金港 這個是對我們幫助都非常非常大 也不然 市長說話的時候 是說 來政部配合前瞻計畫 推動的三胸 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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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建設 結局地下 地區政府合作 為促進地區發展 共同努力 他講到 只要是隔壁 團隊 就盡量會來緩化定屬 讓隔壁 知道這次 其實我們只能要在這裡 再把資源整合起來 那一個 更完整 更到位 整合一個規劃 那不是那種非常 大大大的那種 開發那種水平式的建築 但是它能夠結合地方具有的實力 然後能夠展現跟人的需求 跟地方的發展 它能夠結合起來 就是這就是我們 很積極想好實現 大市長 雖後馬來鄉 也要把部長拿出三項的信錄 說台南市政府 一定會用金工夫 來證出一切 那我可以跟部長做三項承諾 第一個承諾就是 因為這個前瞻基礎建設 很多都屬於競爭型的 那我一定會要求我們市府同仁 提出最好的計畫 最低競爭力的計畫 來跟部裡面申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會尊重部裡面 一個公平機制的領選 不會 特別我叫一位 你給你們 吹麻煩 不會 我們用真工夫 用市政府各局處 協調出來的 最有競爭力的計畫 對真工夫 來爭取你們的支持 那第三個呢 我們一定是把錢 放在大國上 符合社會的期待 台南市政府 內政部 Scribe OK